11月20日,美国股市在遭重挫,科技股拖累美股大跌,那只跌3%,到只跌395点,盘中一度跌超500点,方业均进入熊市。 据外媒MarketWords本周一,原营的全美驻宅建筑商协会数据表示,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房屋固存紧张,挤压了房地产行线,美国主房市场指数大跌8%,并创下近4年搬来单月最大跌幅,2014年2月曾下跌10个点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,11月本能和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跌至60点。 是2016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,同时,房屋建筑商对未来买家的预期停预表,下降至45,为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,而10月的预期为53,因为,目前,美联储已经将利率涨调到了,会伤害资产价格的水平,加息对美国楼市的影响正在放大购物者房贷利息负担增加。 至Mortgage Ventures Association数据显示下图,美国30年期平均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已升至5.17%,这是2009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,如果进一步升至6%,则将是2008年12月的水平。 而据福布斯的最新观察,美国部分城市房屋指出行为,业主市据出回其抵押,也银行的房产权力,也已经飙升至近10亿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路透社的报道也认为,潜在趋势仍显示,在按接贷款利率走高和房价上涨的背景下,美国楼市趋于平软。 而我们也在近日强调,目前,在美国至少包括以下9个城市的房价处在下跌或成交量明显萎缩的通道中。 这些城市是,亚特兰大、奥兰多、拿卡萨洛特、旧金山、拉斯维加斯、西亚图、纽约曼哈顿、加州逊河塞、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等。 要知道,任何一个国家,房地产都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重要的基础产业。 对此,戴德良行首席经济学家、全球研究部主管Kevin Falk 认为,这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较大损害,最终会损害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。 此外,美国国债更一直被当作全球资产投资的核心标杆,更是全球资本流动的风向标。 但目前,包括中国、俄罗斯、德国、爱尔兰、日本及法国等多个具有国家背景的投资者在内的全球市场,也正在大致坚持美债。 铁抛售力度要远大于增持数额,例如,本钱补联邦赤字,美国财政部正不断提高美债发行规模,然而市场却降低了参与度。 在11月5日举行的一次三年期美债拍卖的直接中标数已经创下2009年来最低水平,而且对美国楼市和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进一步放大,几乎可以确定美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, 自己预计未来两年,内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为50%,美国前财长劳伦斯·萨莫斯·罗兰斯·萨莫斯·萨莫斯在郑州11月15日,向外媒所诸如上表示, 而全球最大对冲基金、桥水的创始人道EO更是对CNBC表示,今天的市场就像30年代大萧条时期,金融市场也处于周期末期。 它预计美元影响会渲弱,而且它货币会崛起,当前的经济形势正在按照美国大萧条的剧本发展。 对此现象,美国亿万富翁莫伦·巴菲特更是为我们一语道破玄机。 它数周前在接受CNBC采访时发出警告着,美国经济再度诱发,雷迈时刻是不可避免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只权美最大的封闭产交易平台Redfin消息,巴菲特已经开始在提前抛售美国房产。 我们曾提及,巴菲特宁夏移动位于美国加州海滩的房屋,在上个月以约75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,比这初报价大跌350万美元。 要知道,现在,美国经济更需要全世界为提高估值的美元资产价格股市、楼市等街盘,更担心其他国家跟随美联储一起缩减美债。 美联储计划的2022年,将原有的4.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到2.2万亿美元。 而此时,美国国债一旦被世界都国,甚至是普通投资者大量抛售,近7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3.2%,就是最好的说明,则计为美国联邦万亿美元财政赤字,的风险正在慢慢显现。 而此时,美国更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入,来对冲击结构性赤字秩序走高的风险。 而现在美国股市、楼市发生的这一切,又像极了当年雷曼时刻发生之前的景象。 完,BWC中文网文章,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签编,或转换视频等,为者必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AO。